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就地迎接新丑年的到来 无论如何政府也制定了农历新年标准作业程序SOP 希望民众在欢庆佳节的期间也要做好防疫措施 新年涉华人的传统节日 庆祝活动极为丰富也多样化 有吃团圆饭 接财神 互相贺年 开放门户 舞师表演等等 然而国内新冠病毒依然不安分 单日确诊病例居高不下后 政府在进入腊月前 已经按照各地的情况收紧行动管制 不过 目前上了月失误落实的行动管制令MCO2.0 以及上了月其他地区执行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系MCO 将会在2月14号大年初三届满 而中区加勃县以及桑县正在实施的MCO 则会慢一天 也就是在大年初四届满 至于沙巴西马半岛以及联邦制下区 延长的MCO2.0则是在2月18号年初期人日当天届满 这也意味着我国华裔今年不但是在疫情下庆祝农历新年 更是第一次在收紧行动管制下就地过年 无论如何 上月灾难管理委员会 以及联邦政府已经先后宣布 欢庆农历新年的标准作业程序 再过两天便是新丑年大年初一了 虽然要在行动管制下就地过年 但是这个努力新年还是要过的 因此相信这个时候 家家户户也在忙着打扫和准备 以新常态的方式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然而你是否清楚知道 沙拉月灾难管理委员会 以及联邦政府所宣布的农历新年SOP呢 沙拉月灾难管理委员会早前已经宣布 在除夕夜大年初一和元宵节 除了允许最多20名家庭成员一同庆祝外 也需要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同时为了追踪官病密切接触者 凡是迎接亲友前来赫年的时候 屋主也必须确保到访者扫描二维码 以及测量体温 在农历新年期间 全沙拉月人民不可以进行门户开放活动 也不能挨家挨户拜访赫年 至于以往每逢新年必有的舞师或舞龙表演 也同样不被允许进行 此外在新年期间 沙拉月所有庙宇只能在大年初一开放 而且一律只开放给庙宇的理事 另一方面 我国政府也同意放宽沙巴西马半岛 以及联邦直辖区的农历新年标准作业程序 允许住在10公里方圆内的近亲家庭成员 在除夕夜吃团圆饭 不过前提是人数不能超过15人 而且也不能跨州以及跨县吃团圆饭 与此同时 国家团结部宣布 政府同意在农历新年期间 允许民众到宗教场所进行宗教仪式 只是相关宗教仪式不得超过30分钟 而且宗教场所里每次不得超过30人聚集 同时需要全程戴上口罩 至于年初八的拜天宫仪式 民众则可以在各自家里进行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虽然农历新年回乡团圆变成一种奢侈 但是新常态的新年也是一种新的体会 而且今年不团聚是为了日后有更多的大团圆 另外TFM在此也提前祝贺大家 过一个平安的新年 同时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新年的SOP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继续留守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